避风共灭坛 欢迎回到王者荣耀挑战者杯小组赛的比赛现场 大家好我是小璐 大家好我是子玲 正在进行是今天的最后一大场比赛 苏州KSG对阵到东莞WZ 1比1 斩平了 那么现在压力重新来到了苏州KSG的身上 是 因为在刚才的第一小局的对抗当中 其实他们是彰显了一个碾压的一个态势 强者的实力 对然后在第二局的时候呢 也尝试过去找机会 但是呢东莞WZ换了一个战术 叫做以不变应万变 我在拖我自己的强势期 而你在等什么呢 你在等后一的剑 但是很可惜啊 那一剑呢确实是没有给东莞WZ造成太大的困扰 所以说呢就被迫着把节奏拖到了后期 而且我发现大桥的胜率好像有点高啊 在整个小组赛当中 谁拿谁赢啊 起码今天这一场是这样啊 是的 那就看看苏州KSG第三局 他们的BP要做出怎么样的应对了 索性扳跳吧 谁都别拿 不要再上套了 就刚刚BP的时候 你来一招我来一招 谁也不进套 结果最后在红色放还稍微吃了点亏 对 他是拿明世影跟大桥两个人之间进行博弈 我看你拿哪一个 反正大桥也没什么好搭的了 你拿明世影我就选些什么能够跳你的人去打 所以说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啊 希望两边在拿阵容的时候 一定要拿到自己最擅长的 今天看我秀肌肉 确实上一局小秀了一把肌肉 能看到温旭 在帮大家们举牌应援 是的 那么在我们的场馆当中 可以看到这已经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小局的比赛了 咱们是征招模式的BO3对决 所以英雄是可以重复的 对对对 每一局使用完的英雄还可以再拿出来用一次 这其实给到了KPL的队伍很多的压力 同时也给到了K甲和全国大赛这两个赛道的队伍啊 很多的机会 玩心 表情很轻松 高子林也聊到了征兆模式嘛 我觉得对于K甲或者是全国大赛的赛道而言 他们就是要出绝招 然后保持自己的对抗的稳定性 然后对于KPL赛道队伍的话 就是要在三大赛道争鸣之际 要捍卫自己强者的荣耀 而且还要突破自己身上的一些限制 对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 因为每个KPL的队伍啊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会把目标定到最后的冠军 这个不用问 他们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 但是呢 他们在此时此刻的小组才会接受到很多 其他赛道的对手的挑战 冲击 对 当务之急 输出KSG还是要好好地把接下来的这一局打好 把这个文字刻在脑门上 对 要贯彻自己前面一大场 包括今天第一小局的那个状态 同时这句话也送给东冠WZ啊 刚才那局发挥确实不错 牛牛果然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欲强则强 他们根本的属性 他们的对混 那现在已经到了决胜局 决定了C组 排名的一个走向 是否会在今晚出现大结局 看一下双方的这一局的搬选 苏州KSG是选择来到蓝色方 先搬公本 反正目前看来 公本舞藏啊 明世影 蒙田 打桥 这些都是在单位上的常客 那还有一个点 前面东莞WZ一直在搬得不知火舞 一曲在前面 对阵到BOA有很不错的表现 大乔搬了 得了 上一把给你推拉来推拉去 我小转一波 对吧 搬得省事 对 接下来的话 咱也别围绕着这个东西做文章 咱们换一个重点 咱们换一个正常一点的对攻阵容 吕布也搬了 觉得进风的吕布跳得有点狠 蒙田搬不搬 可以搬 搬的话 小明就出来了 包括还有公孙黎 也在外面 看看东莞WZ怎么选了 还是搬的明世影 算是个常规搬 那么要不要一抢公孙黎 他是想让阿泽换一下英雄池吗 给你个蒙田 你玩一下吧 可以啊 阿泽说不 我要坚持我的老猪 所以说我还是先拿公孙黎 都完了四局猪八戒了 这真是钟爱有加 玩不腻 真的玩不腻 真的 这真是钟爱有加了 这也是侧面的反应了 猪八戒确实是阿泽 非常擅长的一个战力音手 最多情 一楼的位置给小九锁了公孙黎 很稳定 那至少在下路对抗上 对线上不用担心了 那你就出八戒吧 我先把蒙田锁下来了 蒙田加沈梦西 东黄太一这个点 速度可以要不要考虑一下 现在东黄还没有在单位上 然后东黄太一加干姜 对吧 是个不错的组合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咱们好像还没有看到过 而且东黄最近在BO3的胜率 也比较高 还是先拿阿泽的老猪 再加个张飞 不着急了 双前排好稳健啊 那有可能还是要 配一个比较偏发育的阵容 对 然后他因为出到了 沈梦西 东黄太一上了沈梦西 所以说拿到张飞 是可以很好的防止 沈梦西中心的一个消耗的 有盾嘛 对 然后猪八剑呢 又自然的天然的形成了 一个打蒙田 相对舒服的一个 对线的层次和形式 第一局我们已经看到 那个效果了 对 看东黄太一的第三楼 双方的打也都还没有出啊 我挺意外 这一局火舞在外面 没有给优秀拿火舞 而是给他拿了一个什么东西 可能是想后面的阵容上的 可变性更多 拿鱼姬 这怎么处理 输出KSG这两个大前排呢 打起来太费劲了吧 对 这得等到超级大后期 然后等鱼姬出 鱼姬出到了这个 末世 还有破晓 那如果加一个 可以减双抗的鬼骨子 会不会好打一些呢 小鬼或者 小鬼的话 容错率会低一点 因为张飞有反手 然后中单又不能上紫牙了 因为什么是已经敲过了 所以说这一局呢 就只能理解为动感WZ 我给你打后期了 那有没有可能 拿一个 我跟你极限一换一的 东皇太一 我玩得像鬼骨子的 一个东皇太一呢 那东皇太一 祝你每一次 都能咬到关键位 直接给你搬了 点点将军说 我不给你这机会 那这一局看一下 双方接下来的步阵呢 现在苏州KSG 是差一个打野和中单 中单的选择 现在我觉得是缺伤害的呀 中单要选一个 有点伤害的英雄 苏州KSG剩下中单 其实还有赢阵啊 之类的点 那赢阵有一点被蒙田Counter 对 你要是赢阵的话 那又是平推了 就打下半区节奏了 因为这一局下半区是个鱼姬啊 甘江挺好的 但是好像缺一点定点空 对 或者是让甘江自己找机会 嗯 现在公奔五脏也被搬了 靖和蓝都在外面 桑琪也处理掉了 剩下比较好打蒙田的 要么就是孙并 但是东莞WZ在对阵到 北京微博的第一小局 就是蒙田加上鬼骨子的组合 嗯 但是当时他们配的是萌芽 这样的偏平推型的 对 看一下KSC这局的选择吧 他们是两个位置其处 要给一曲拿什么 哦 露娜嘛 用蒙田做跳板 然后还是给她拿西施 不开团 那这里就意味深长了 首先搜出KSC知道阵容是个双前排 伤害够吗 这就是我刚刚在想说的 因为她这个阵容 其实露娜你飘 你在蒙田面前飘很简单 你在鱼姬面前飘也很舒服 但是问题在于呢 这个伤害怎么去进行合理的输出 刚才 对刚才那一局我记得好像一曲的西施打了很高的伤害啊 鬼骨子 嗯 对第一局一曲的输出占比和小九这里差不多 上小鬼了 鬼骨子来了 给你减双抗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弥补于击打双前排比较慢的这个短板 那我觉得她这个鬼骨子是打前期节奏的 她是 她后期是能够减双抗啊 但是我觉得你把她拿出来 后期很有可能会被张飞跟八戒counter到 所以这一局的鬼骨子呢 应该是跟着蓝去打蒙田的上半去节奏 然后去压露娜的蓝buff 看一下苏州KSC的召唤诗迹呢 嗯 三成 三成 所有的开团都交给了一曲 她相信她的西施一技能一定能够掉到 那这样的话就很简单了 直接露娜自己的蓝buff开 蓝buff开完之后猪八戒进蓝的蓝区 然后露娜去补上线 张飞四季而动 甚至可以跟着八戒一起双成去跟蓝拼一拼 这个布局就是苏州KSC已经下定了决心 东莞WC你的野区我的家 对 期待一下双方决胜局的交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入到比赛 蓝色方苏州KSC红色方 东莞WC 大家好我是小鹿 大家好我是子凌 C组其他人也都在看着这一局比赛 都在关注着 这一局不进野区 那苏州KSC起步太亏了 这三成阵容一定是要断一下 阿文这个蓝的发育的 对 然后WC的成员是把防御的视野 也站得非常的牢靠 然后优秀这里后置位倾线 嗯 鬼谷子出现了 堵住了张飞的路径 苏州KSC又换了线 让西施去吃下路 对 同时鬼谷子还给张飞营造了一个蓝 是蓝开的一个假象 刚才他把蓝抛夫给拉脱了 这 藏得很深啊 WC 但是刚才小A又走过去确认了一遍 你看鬼谷子刚才又把蓝抛夫拉脱了 哈哈 你看又拉脱了 诶 这真的是 张飞也很迷糊 诶 刚才你不是看到蓝抛夫在动吗 怎么蓝从红区出来了 阿温到底在哪儿 不过三层阵容前期稳 合到这里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拿一些小资源 所以现在领先了小三把块钱 下路就是正常的一个1v1了 看看小A 我不管了 我先进去看一眼 至于有没有东西在说 是 我先把这个地儿给占住了 这局可以看到是露娜的手部操作 晚新的露娜在整个KPL的夏季赛拿过两次 也算是她自己的绝活 两场百分百胜率 而且确实正如镜头给到的一样 这局的关键点 可能对于输出KSG而言 露娜真的是核心位置了 因为在后期伤害不足的情况下 她能够越下无限连连多久 决定了KSG这局胜利的时长和走向 主要是她要进去搅局 对 关键的铺垫伤害可能不是她来 是让小九去收割 但是晚新一定要搅乱整个战局 而且要把阿文给盯住 蹲了很久 还是露娜先动手 蒙天 不慌 有蒙天冰 好凶啊 阿泽 因为是带成绩的猪 她得想办法尽量的去占点便宜 因为她此刻去限制蓝的发育 就等于说变相地增加了 晚新在带现时的底气 而且她可以配合上张飞 一起来野区多探探视野 就算抢不到东西 也要掌握你的动向 知道你人在哪 然后现在露娜刷得就很舒服 前期的刷野路径当中 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 并且经济还是高于蓝的 收了一些小的河道之灵 然后包括反了一点小的野怪 然后还吃到了一些中线 对 这把一曲就是纯纯工具人了 跟上一把一样 但是千万不能小看她的工具人 她上一局的工具人打出的伤害 可不像是个工具人 第一局关键的那两拉 奠定了战局的走向 对 大招压血线 开了个二技能过来看了一眼 小九血量已经残了 哦 龟骨子藏了个位置 哦 龟骨子藏了个位置 但其实无忌已经消失了很久了 张飞也到四了 苏州克斯应该有意识拉到了 又拉到了 都拉的一些 诶 真就节奏开关呗 真就得他一曲 关键一拉 这是一曲干长断 太恐怖了 一曲定乾坤 老猪 想抢这个龙 一拉三 哎呦 扛不住了 有点脱节 登一脚 张飞想过来保的 后续没人补伤害 于基开了个二 规避了一下小九的伤害 这一波阿泽扛得有一点点太凶了 扛得有点久了 然后露娜也不在正面 对 就缺伤害的那个问题又出来了 往前再一枪 回骨子 过去 张飞要吼了 把两个人全部吼开 但是还是被沈蒙希的雷 收掉了小九的头 这一次 而且上路应该是爆发了一波单杀吧 蓝和露娜 那这情况就又不妙了 八级露娜 出大事了 刚才等于说是一曲找了一波机会了 但是分别在上半区跟下半区 又被东莞WZ打回来了 而且露娜的蓝刷新了 这要出问题 蓝 飞出去 反倒了 这腕星难受了 露娜的蓝断了 看一下这波回放怎么发生的 塔下先扛了一下 他飘冰去了 断大了 这个有点小瑕疵 下路 大招 踢了一下小九 换伞 预计开了二龟臂致命伤害 沈蒙希 再接普攻 蒙田收到人头 这一局蒙田很聪明 蒙田没有在上半区等太久 因为他知道 输出KSG的前期节奏点是在公孙黎手上 所以说他频繁地配合着鬼谷子 来到下路找机会 拉到了 但是伤害能不能打掉沈蒙希 就地方大招 扛塔 蓝冲进来 一三起手 咬到了露娜 露娜再次阵亡 这一局 婉星的节奏被断得有一点点严重 而小九现在目前也是压火的状态 输出KSG要清醒一点 进红 要拉了 就是 出巴结有霸体 对 然后蓝先把buff反走 这么打 苏苏KSG中期会有点难受 本身就是一个这种相对来说 缺伤害需要露娜很顺的 这一局再这么打下去 苏苏KSG危啊 很危险啊 刚刚是看到无忌的个人操作视角 嗯 这个时候替他们确实捏了一把汗 同时动感WZ这边的形势 是一片大好 但现在要等几波闪现 首先是鬼谷子的闪 还有鱼姬刚刚闪现 也交了出来 现在露娜的经济4.3 跟蓝还是能够拼一拼的 但是蒙田跟八戒的经济 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了 蒙田现在领先了好几百块钱呢 因为阿泽让了很多的资源出来 包括一曲让了部分经济 给到露娜 我总觉得 KSG的这个站位是想要稀施 找一个呀 但是西施也没过去 就还是想守蓝的一个思路 看一下河到处 小草 阿泽 领到了 蒙田 来了 鬼谷子想拉人 拉不到关键 被蒙田想走 被猪八戒留了下来 又是一曲 输出KSG这一次的蓝区布防 进行的非常的周妙 西施和猪八戒的一波完美combo 嗯 嗯 KSG逐渐也清醒了起来啊 看鬼谷子的位置 想要反击 势力 我是个三扯 过来找你一个麻烦 推出去 没拿到 黄鑫终于把世神之书给做出来了 对 蓝成功的把蓝buff守了下来 那苏州科系就可以稳稳地把下路一塔给拔掉了 先看一下中路河道的这个回放 这个是优秀一直在说这个小草 这是一个鸡脚之势的三角杀呀 因为刚才可以看到是每个人都站了一个小草 然后西施先出手之后 猪八戒 他把自己的控制也都拉满 然后让蒙田脱节了 这一波小团给婉星争取了一点时间 是的 起码让他能够拿到接下来的 又拉到了是蒙田 闪现往后撤 蒙田这一局真的被拉了好多次了呀 小九有红而且开了狂暴 所以不敢恋战 推回来了这是谁 露娜还没飘起来就已经倒了 公孙琳不在已经去野区 这个视野我怀疑是鬼公子开大招看到的吧 张飞没有大招的这一波还要再恋战吗 小鬼又来 不敢拉了 没有兵线 两边正面的四个人一直都在互相博弈 刚刚我不明白婉星为什么出现在了中右这个位置 这一局婉星其实可以考虑在发育发育 不要在中路的草丛出现 不能操之过急 对因为他现在的经济首先从等级上来看是没有篮高的 那此时此刻他的一个思路应该是保证自己不死的情况下守住自己的蓝 然后呢去把边线进行一波牵扯 毕竟在带边线方面 你只要操作不出大问题啊是不会被瑜伽啊像蓝啊抓到的 然后一曲现在应该也是要做全输出因为其实之前是改动了一次 他的二技能基础伤害值下调 AP加成提升了 那也就意味你出全输出收益要更高 对的而且我们看一下装备情况啊蓝阿文 他优先出到了魔女 那也就是说他在对线的思路方面已经知道了可能会碰到露娜 攻击力也带一点AP伤害嘛 推回去猪八戒 抗不住了 还能够再打 交个大招 本想分割一下战场 但是无奈东莞WZ有鬼孤子减双抗 我觉得阿文刚刚的蓝啊操作很细啊 他是等猪八戒霸体消失之后再回退 并且他回推的角度是一个往自家人群中推 而并不是正向后推 卡了时间差还卡好了角度 对这个在一瞬间一秒钟时间把这些东西都搞明白 阿文挺不容易的 感觉经历了第一局之后 直接咬过来反打 张飞给了一个大招 但是今天蓝很危险 他想飘兵回起来 差了一点点 这蓝阿文现在是打得有一点点自信了 这波其实兵线送的有点深 即便边上河道有队友在 他其实是感觉自己经济高 但是要知道他的经济有一部分是给到魔女的 而伤害方面打光顺利的话 可能还稍微差一点 那双buff就给了小九 这也是WZ把节奏自己断掉的这么一个表现 但是我总觉得既然是挑战者杯嘛 你多试一试也没什么问题 拼一拼 现在经济是持平的 就看10分钟的龙团了 两边的打野经济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然后蓝觉得自己的伤害不太够 准备直接逼破军 然后鱼姬也三件套 已经有引刃了 还是要看苏珠克西这里一曲西施的发挥 能不能调到人 对 然后无忌又开始自己的慢游 拉到蒙田了 蒙田交闪 露娜想飘 鱼姬交闪 扛塔了 这一波有一个炮车兵 但鱼姬一技能轻掉了兵线 看鬼谷子绕了一个大会 但这一波没法开的 队友全惨 这一局异曲真拼啊 他好几波啊 能够限制到动感WZ的稳定前排 进风的一个战位 他就拉蒙田 对 而且每一次拉的呢 也是在蒙田霸体结束之后拉的 嗯 怎么说 草里看到了一个鬼谷子 在这儿逮出问题了呀 赶紧跑 能走掉吗 中路蓝想要去飘这个张飞 把他大招给逼出来了 但是蓝此时是有真伤的 转过来之后杀掉了张飞 与此同时队友已经把中路一塔给拔掉了 这一波声东击西 原来无忌你是在这儿埋着呢 原来鬼谷子只是一个幌子 鬼谷子是这么玩的吗 我反正没见过 没见过一个鬼谷子成为了诱饵 钓鱼式打法 对 只能说刚才这种情况下的话 鬼谷子跑得快 闪现拉 闪现拉 鱼姬大招躲掉了 蒙田开到再出 老猪来了给你怼到墙上 这个时候鬼谷子 这个鬼谷子再来 但是鱼姬输出第一时间没有完全跟上 鬼谷子也没站住 要飘起来 看阿文在红草里 他没有选择进场 在团战的小细节方面 是不是KSG打得还是非常的稳健的 猪八戒 阿泽不得不说 你这几局打下来 每一局都很靠谱 看一下 这一波会放 对 这个是稀释没办法 鱼姬他跳起来了 你拉不到 然后老猪的这一下 二技能倒打一耙 把蒙田又推到了边缘位置 又跑不掉了 然后自己放了个猪卷 拼风无辱可退 对 然后还有个鬼谷子不请自来 本来是一波东莞WZ推到中路一塔 占据了主动权 然后中路爆发的这一波团战 又把局势扭转过来了 然后现在打到后期啊 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 鬼谷子他的一个容错率会越来越低 因为此刻苏织KSG的双前排越来越肉 而且现在 无忌有点出不去了 哦 鱼姬被倒打一耙拉回来了 但是问题不大 这边异曲是没有根控制的 刚刚有一个细节 无忌是站在了高地塔后方 他藏着自己视野 他没有往前露头 他是想让苏织KSG有后顾之忧 假装我已经绕出去了 所以鬼谷子这是一个非常有欺骗性的 一个游走位置 13分钟 还是经济咬得狠死狠死 这基本上打到这种时刻啊 就要看操作和团战了 因为我们知道苏织KSG虽然说 他被鬼谷子开到的概率 核心位置被开到的概率其实不大 其实开到了也不一定会被杀掉 但是问题在于KSG的输出不稳 嗯 他也必须需要靠晚星 在团战中飘出无数个大招来 才能够把小西啊 把这个鱼姬和蓝给处理掉 所以说这场比赛 对于输出KSG而言还是不能大意的 小A已经出到了一个救赎 这一局肯定是不出专精装了 嗯 有对面沈梦西在 他更多是要保住自己的双后排 对 然后看一下鱼姬的一个装备 鱼姬装备是选择做一套魔女的防装 然后再加一个竹子吧 这应该是 他现在还没有漠视 他打前排速度其实也是个问题啊 差最后一件 对 那可能是你补漠视吧 不然太慢了 然后蓝这里也还差最后一件 然后蓝这里也还差最后一件 先出了个雷铭一刃 苏州科技一点都不着急 他知道现在急不得 万一被这个鬼屋子塔下拉到 要出大事 嗯 因为经济差并没有拉得太开 而且呢 这场比赛的重要程度 咱们一次又一次跟大家讲了 嗯 阿文绕了个大圈过去 草里要去找他 想走被吸回来了 看一下阿文打算怎么办 何为之事 想要去换人 走不掉 但是换不掉了 太难了 这一波带线带得太深了 是的 带到了安全线之后啊 那阿文的阵亡 苏州科技可以把这条主宰拿下 而且是暗影主宰 他们可以利用暗影主宰 暗影之境的加持 来尝试性上一下高地 而且问题是沈梦西这个英雄 他什么都强 但是呢 他青龙兵不强 嗯 你如果暗影主宰拿下来的话 然后西施去逼你的前排的位置 很容易就会导致优秀 他的倾线能力大打折扣 一旦倾不了线 那很有可能就要破高了 射手位又是鱼姬 其实青龙兵有点费劲 嗯 看一下蒙田 什么时候开大招吧 他大招现在没开 张飞有大的 鬼谷子闪现过来 想拉得没拉到 关键位 闪现已经用掉了 那苏州克西可以稍微松口气 尝试性压一下中高 那我觉得下一波 可能要拼着打一次了 点掉了半血 对 蒙田刚才之所以没交大招 很可能就是攒着下一波 在龙兵过来的时候给你打一波 嗯 可是鬼谷子没闪 他的开团威慑力少了一大半 那他先出去吧 绕出去 对 你要想出气不易 这个时候交闪已经很难了 把红区的视野之灵放出去 往上包 我感觉可能要打 西施不着急的 看到露娜 在中路已经露头了 上路是四个人 蒙田也很谨慎啊 始终摁着个大招不开 他在等阿泽上来 和张飞开大招 你开大招了 我直接全军列阵 外加上一个 蓄力猛击的霸体 下路是有暗影之镜 一曲把灰热也买出来了 应该是这波高地 想要硬上一下 来了 这是一波关键的上高 看一下 暗影之镜后面跟着的龙即将过来 猪八戒先逼位置 什么戏先来 蒙田毫不吝啬 全军列阵 攻速力还在输出 但是蒙田又被带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 闪现 方圆阵 张飞一个大招吼住了多人 但是后排没有跟上 蓝进场 把张飞推回来了 老猪又进去 看一下伤害够不够 鱼姬点得非常的爽 老猪也没扛住 卫星根本没有机会进场 我全是残血 但是东莞WZ无一人阵亡 这一波苏州科技稍微操之过急了一些 嗯 这一波上高地有点着急 首先是沈蒙希的一颗雷 把所有人的状态全部压残了 其次是蒙田一戳二 然后再加上闪现 过了那个墙体 切回了一个方圆阵 对 而且这一局 在刚才这波团战中 是鱼姬打得最舒服的一波 我们看一下鱼姬 沈蒙希二一把小九给打残了 蒙田其实吃了个拉 但是他这个极限闪现 张飞吼是吼得不错 吼到了四个 但是后排没跟上 伤害没法跟 因为小九刚才是被什么 像二一打残了 然后露娜还没有来 西施这个英雄 其实在这种上高地的团战 除了开团之外 不具备太多的输出伤害的能力 对 所以刚才这种情况就是 在上高的时候 没有完全达成一致 而且我们看一下 一取他的一个装备 他现在只有梦魇 灰月 痛苦面具 工具到了极致 还是比较穷困的 毕竟这一局 他已经贡献出了自己 所有的工具人的能力了 但是两边的打野和射手 都已经神装了 够钱换复活了 接下来就看苏州克希 要不要用复活甲 小九已经买出来了 鞋子卖了 现在有两个点 值得大家关注 一是东莞WZ的射手小夕 你怎么死 你如果不死掉的话 那你的输出是太恐怖了 小夕说我当然不想挣王 我肯定想要站到最后 对 然后还要就是看 苏州克希的婉星 因为他这一局其实还缺了那么一点 一锤定音的那种霸气 所以也是期望他在后期的团战当中 看一下能不能给予东莞WZ的后排 更多的压力 露娜毕竟最强的是她的一个中期 可能到了大后期稍微会有一些些 往 走下坡路 但是她带线是强的 能够牵制到蓝 1v1对线的情况 主要是前期稍微遭两拨罪 是 婉星这一局有一点坎坷 看一下 于姬把鞋子卖了 出到了竹日 这个竹仔再拿一次 鬼谷子 慢慢地摸 视野方面确实动莞WZ不太好站 要了个大拳去到了对面的红区 这鬼谷子真是 鬼谷子峡谷流浪记 就没有见他跟队友贴贴过 要回程了 两个人 被留下来 被找到了 主八戒是一个 红莲斗篷的灼烧吧 是 对吧 是红莲斗篷的灼烧 冲孙林刚才没开二 在他差一点回家的时候 这个灼烧的效果 把他给烫出来了 把他给烧出来了 可能就差零点五秒他就回家了 那难道这场比赛要终结于一个红莲斗篷吗 先看一下上路啊 有暗影之境和超级龙的 上路的高地可以破 对 暗影之境 此时此刻这个暗影之境的威胁度 就不是一个蒙田可以解决的 主要少了鬼谷子 苏苏可以上高 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他不怕有人突然绕出来 现在看一下鱼姬开启了 竹日先点露娜 顶上来了 老猪完全不怕 但是这个位置鱼姬飞 西施拉倒了 拉回来了 一曲的西施 复活 闪圈 关键开关 鱼姬也倒了 那进步团队 一曲还在不断地进行输出 蓝带里面挂 华星还没死 只是什么新一块 苏州KSG 拿下了比赛 让我们恭喜苏州KSG RB获得了这场比赛胜利 关键一战 而且就此C组大结局了 大结局此时此刻正式诞生 我们要恭喜北京微博 以及苏州KSG 在C组成功的晋级 进入到了我们的下一个赛段 淘汰赛 这场比赛有太多的戏剧性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东莞WG选手面上的表情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比赛 包括他们在第二个比赛日的 那一场比赛 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他们展现了K甲 永不服输的这么一种气势 对的 然后这场比赛 初心不改 无悔此行 我们也看到了 东莞WG的小伙伴们 他们止步了 2022年王者荣耀挑战者杯的小组赛 这是他们第四次冲击杯赛 虽然说没有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当然了 今天他们的一些表现 还有一些特定选手的 特色招牌英雄 在这几天当中 一定还是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无忌的东黄 还有他的鬼谷子 还有小夕 今天的公孙礼 发挥都非常非常的亮眼 同时我们要恭喜一下苏州KSG 二连胜 拿到了关键的一季分 同时也是靠着自己 进入到了淘汰赛的一个阶段 对 在今天苏州KSG的晋级之路中非常坎坷啊 挑战荆棘录 竹梦孤苏 战巅峰 恭喜苏州KSG 在我们今天的这场对阵当中 我们看到了来自K甲队伍的倔强和努力 任性 对 也看到了来自KPL队伍他们的沉稳 还有他们的能力 强者的自信 对 还有K甲赛道永远不缺黑马的这么一种传承 以及全国大赛赛道像BOA啊或者像TY啊 新生力量的这么向上发起的一个冲击 是的 在每一届的挑战者杯中 我们都会看到许许多多的挑战者 他们有的留下 有的遗憾的告退 但是唯独不变的是流水的选手 铁打的挑杯 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让三大赛道的队伍可以破壁对垒 之前可能没有机会 然后同时也通过这个挑杯的舞台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认识到这些在其他赛道上 默默奋斗着努力着的选手们 对 然后咱们的挑杯的赛制 BO赛的征召模式呢 其实也给到了更多的 其他赛道的选手一些机会 让他们去展示自己的绝活英雄池 我们很欣慰地看到了万鸡的钟葵 对吧 也看到了很多选手 属于他们的一个特殊的英雄使用情况 所以在这一次的挑杯当中 还是存在着很多的惊喜 在小组赛当中 看一下这一局的赛后的面板 经济曲线图 其实东莞WG在中期是有一度的领先的 但是还是一曲啊 西施只要拿出来 他就不会让你失望 包括阿泽的猪八戒 猪王 听说全国大赛你要一招先吃变天 不好意思 我们KPO赛区也有自己的绝活 真的可以 本局最佳再次给到了输出KSG的一曲 他在今天的第一局和第三局都拿到了最佳选手 这局的控制战比高达31.8% 输出战比也不错 有24.6% 而且你看他的出征是巨攻巨人的一个出装输入了 然后最后一波在鬼姑子阵亡的情况下 他在最后攻克跟你打生死战的时候又拉到了鱼姬 那一个拉鱼姬其实是把动管WZ推上深渊的这么一拉 对 本来鱼姬到了大火期 其实他的作战能力是很强的 他可以利用自己的二技能 大招闪现 规避一些致命的控制 但是一曲 我万人眼中只锁定你 对 我只是在人海茫茫中多看了你一眼 所以说当你逐渐向我靠近的时候 就是你危险的开始 是的 所以说这一眼还不能乱看 总的来说我觉得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就好像每天比赛的最后一大场总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意外 一些波动 对 就好像每一天的最后总是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好玩的惊喜 是 无论是精彩的比赛也好 还是一些小插曲也罢 但是呢都会有一些大家想不到的一些画面发生 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赛道 不要小看任何一个队友 包括像动管WZ BOA或者是TY 已经宣告无缘我们淘汰的赛段队伍 但是他后面还有比赛 说不定在没有了任何积分包袱之后 他要展现自己真正的拳脚实力了 通常的情况下都是这种队伍会无比的猛 是的 这一局的云回放已经准备就绪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把下线截了 然后准备去主展 我跟你说鬼在哪里 鬼在这里 在我们那个额塔草 我也感觉 到时候让Luna去看吧 让Luna去找 对 我把这边视野都踩了 OK 我这边都没看到人的 你可以去找 Yang more 应该是在那里 我这边也没人 躲住就先把鬼杀了 好吧 对对对 你要是躲住就把他 这边有4只林 我惨了 没了 准备开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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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 把她杀了 我就知道他在那 像吧 不过的 可以 不过的 中路可以留着 中路可以的 我帮你踩到 我帮你踩到 把下路线紧一波 这边没找到你们 咱们哪 都在这里,不用担心了 这把准备一波,准备一波 我可以继续把线线进去了 我可以对鱼基,你先把线线进去了 鱼基,鱼基,鱼基 我碰他后面,我先把鱼基 他后面跟不了弹,来来鱼基 这个语音啊全程找鬼 结果找到个蓝 这个怎么浑水摸鱼 我来想摸个鬼出来 我就知道他在那儿 结果发现是一个鲨鱼躲到那个地方 是的 其实我觉得鬼屋子老去这种地方是好事也是坏事 就是所有的队伍一旦碰到你无忌 我都要往那个地方找 然后结果有时候你可能不在那儿 但队友在那个地方也被排查出来了 但总体来说 我觉得苏州克希确实也受到这个鬼屋子极大的压制力 整局在运现的同时还要担心会不会背后杀出来一个鬼屋子 对 然后怎么说呢 这就是防患于未然也是有这个敏锐的嗅觉了 但是怎么说呢 这场比赛对于东莞WZ而言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吧 因为后期其实并不是通过五位五的正面团战去进行的最后一波生死团 主要是线上被单抓了 包括那个草丛里那个红脸斗棚 直接把这个鬼屋子给烫出来了 这个太经典了 其实八戒刚才我们看在回放里面 他是转身想走 对 阿泽已经准备扭头了 这波草我已经探完了 所以现场的采访也